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族长说你要从第一层下到第五层 在第五层里有一位萧家的先祖 他的惊魂未灭 你要拜见他才能有资格回来 全都没有封印 他才能有资格回来 来 看看 你看 这些郡主都是肖架的斗技功法 好 什么情况 天天斗计 这是萧家的持法 我试了一下 威力巨大 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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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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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你要是知道 你怎么不烦啊 能不能停一下 我头都晕了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难道是你们萧家的黑帐啊 我跟你讲 是坟诀 是坟诀啊 你不是说坟诀就你那一本吗 这里也有 这应该是你萧家先祖 祖亲允阁抄落的抄路本 不过倒是可以作为校队 还有这个 这个 都是天阶的斗计功法 我跟你讲 我们这回啊 发大财了 萧家人好样的 花了这么多时间 把这些宝藏搬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你爹虽然废了斗气 仍不失为一等一的大英雄啊 那我想现在 你应该知道火烧斗计格的真相了吧 可是 我爹他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方法 来逼我走呢 我猜是因为黑暗将至 他怕萧家人难以自保 所以先把这些斗计功法 全部都搬了过来 将你除名 昭告天下 也是为了留下一次血脉 虚头后举 萧战这份心思跟魄力啊 当真了道 这些我都能理解 可是 萧家有危险 我不是更应该留下吗 真的有什么危险啊 凭你那两三下也顶不了事啊 你哥都叫你从第一层走到第五层了 你要是走不出去啊 这里可就永远封存了 大哥要我从第一层走到第五层 去拜见一位萧家的先祖 可是 怎么拜啊 难不成先祖到现在还活着 你们萧家人都有个毛病 不把话说清楚 从第一层走到第五层 是不是要我把这些斗计功法 全部都学会的意思 可是这也太多了吧 哪学得完啊 这种事问我我也不知道 你爹留了这么多宝藏给你 那是你的造化 他路已经给你指了 回去好好练吧 肖家不会有事吧 肖家不会有事吧 与其担心肖家 还不如担心你自己 与其担心肖家 你刚才看到这些宝贝 不是很兴奋吗 还不赶快去 你刚才看到这些宝贝 不是很兴奋吗 那老 我最近啊 我最近啊 越来越想 越来越想创造一种 属于自己的斗计 那老 我最近啊 越来越想 越来越想创造一种 属于自己的斗计 你平心肖家 你内出的 你怎么认识 你那么快 你自己在哪里 你怎么那么快